但你看到在中秋廉假期间 花莲中区的住房率大约有六七成 而林田山的业者也说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秋廉假来客数减少许多 只希望这一步的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让业者能够持续经营 中秋廉假吸引许多外地游客来到花莲游玩 花莲中区有许多的知名景点 就有当地的业者表示 今年的中秋廉假虽然吸引了许多的民众来到花莲到访 但是跟往年比较起来 至少还是少了两三成的游客量 一直抱一直抱抱那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这边不能进来嘛 还要走路因为这么热掉它走路很困 以前有啦以前赚了还赚有五百块 现在呢卖就没有五百块了 现在啊 是啊那一瓶饮料去赚五块钱十块钱 你看卖五百块钱赚多少钱赚没有 至起码还有赚五百那只会赚五百 现在卖出去就卖五百就卖不住 就差这么多啊 位于花莲中区的林田山也是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根据领悟局花莲林馆出的数据指出 去年中秋年假入园人数为两千两百一十四人 今年的入园人数则是两千七百一十五人 当地业者就认为 疫情影响景气不佳 而影响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不过还是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给予协助行销 在疫情期间让小规模的经营者可以生存下来 记者林杰 风铃镇 财宝大道